我们在开车时如何判断我们车辆四个车轮的位置呢 新手拿到驾照以后 怎么都会有个新手机 前进的时候判断不好车轮的位置 要么是压界 要么是刮蹭到马路压子 倒车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压到障碍物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判断不好我们车轮的位置而造成的 那么新手要想快速提升车感 不妨练习一下 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技巧 它能准确的判断咱们四个车轮的位置 第一点因为倒车比较难 那么我们就先说倒车的左侧后车轮怎么看 咱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在倒车时看到后方有障碍物 那么我们把车子往后倒 只要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和咱们从车门把手重合 那么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至少有20厘米 那么我们把车子往后倒 正常哈我们只要盯住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当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合 或者说后方障碍物终点消失看不见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往后退 我们的车轮是不会压到后方障碍物的 那么我们在倒车时一到直角转弯也是一样的 车身和旁边障碍物距离大于20厘米 盯住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终点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轮是不会刮身到后方障碍物的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到 那么如果是我们在倒车时哈 一到咱们的右后方有障碍物 我们又怎么操作呢 要记住一个两秒颜色 当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也是一样的 大约是20厘米左右 那么我们把车子往后倒 当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重合以后 我们心中还要有一个两秒的定义 就是我们的方向盘不动继续往后倒 大约等一秒两秒 那么这个时候哈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 我们再对 只要我们的右侧车轮就不会挖刺到咱们的张蓝锅 那么我们左前轮的位置呢 一般哈我们都是在咱们的左脚休息期 或者说有的朋友有离合器的地方 一般就是在离合器的地方 离合器哈我们左脚的位置平行起来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的是也可以平行到咱们的这个方向盘九点钟上 然后再平移到咱们的挡风玻璃上 然后再平移过去 那么就是我们左前轮的位置 大家在找好这个点以后 我们再来靠边停车 或者是开车上路的时候 就很少压线或者是刮蹭到马路压子 右前轮的位置呢 就跟每个人的座子的身高都有关系了 因为哈像咱们的SUV 咱们可以看车哥的座子哈 我是一米七的身高 坐主机看的点基本上也是在咱们的 右侧踩油门的这只脚 平移或者说方向盘三点钟的位置 平移过去的这一个点 但是每个人的座子不一样 身高也不一样 车辆不行 大家找点的时候哈 可以从最右边这样扫着过来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点 很多朋友的安全点哈 都是以刮器 以后扫着这个马路压子走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右侧车轮 就刚好压在这条线上 像车哥的哈 车哥的正常坐姿看出去 就是咱们方向盘三点钟 过去哈这个点 找好这个点以后我们再来开车 你就会发现啊 哪怕是靠边停车 我们也能做到自己的极限 新手也能快速的上手 我车哥哈 如果这个技巧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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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